西九文化區有世界一流的文化設施 地標式建築 會不會這麼完美 多久沒看大戲 十幾年沒看過 平時我都會去看舞台劇 那年只有幾天才能接觸到大自然 只有一斤大戲演 我最想知道都是後台製作 媽媽說交通太遠不方便 她都會攔著一個很大的牌 寫著後台種地行人面盡 我就進不去看了 知道每個人的需要 才可以建立真正屬於香港的文化區 以Ram Crew House對香港這二十多年的觀察 她發覺香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 都不會迷失自己 因為她懂得把外來文化融合 創造新文化 這種精神就是我們設計西九的基石 文化是一種延續 所以整個地區的規劃 都沿用了中國村落和原野的概念 將空間劃分成一幅幅好像稻田的原地 然後興建東、西、中三個村落 視角藝術村以井字形設計 每一棟都包含一個藝術場地 Mplus博物館集合了流行文化、設計 電影動畫、視覺藝術和黑合劇場 在藝術學院和工作坊 還可以親身體驗創作的過程 製作自己的作品 劇場村由大大小小的劇院組成 是舉辦音樂、畫劇、舞蹈等等的場地 四個劇場的後台都是打通的 設施可以共用 令到表演藝術的互動性大大提高 而後台還會開放給市民參觀 中村洋日駐濃厚的地道色彩 斜頂的戲曲中心 是粵劇和流行音樂的共同舞台 露天市集充積著店舖、食肆、畫廊、吃開門落 應有盡有 這裡還有全港第一個固定的手影戲院 而村落之間是一幅幅的自然美景 市民可以在這裡踩單車、摘荔枝、賞櫻花 還可以在維港旁邊游一下水 西九文化區是文化交流的核心 完善的交通網絡絕對不少得 東面以天橋花園接通九龍公園 西面就有人車兩用的環梅吊橋連接佐敦道 中間有行人天橋接通九龍站 還有水上的士搭通港九兩地 加上廣深港高速鐵路 將文化交流輕易擴展出去 文化是一種創作 不只是供欣賞的藝術 所以我們最想見到的是你的參與 一個互動性的文化區 才可以啟發大家的思想 將創意變成動力 再進一步推至文化新尺度